这个我们上个月我们也教过,这个时候是我们做一个练习,做一个复习 刚好这个班有6个人,你不要忘记,我们至少要写6个句子到8个句子 这边有antara,看秦色这边就是有antara,有slide2,有slide2,有slide2,这边有7个 但是我们要写6个罢了,你要写7个可以,但是至少你要make sure你的字不要超过80 不要超过100个字,不要超过80个字,这个是它的重点 所以我再讲一次的话,Ringkasan又好啦,Rumusan都好啦,它的共同点都是什么,要写一段 要写80到100个字,而且里面的重点要有6个到8个 这样Ringkasan跟Rumusan最大的分别你们已经明白了,Ringkasan就是只有1,2,3,4,5,6,7 最多是直接一开始讲antara,然后讲你的重点罢了 Rumusan也是要讲你的重点,但是你要加多一个开头和一个结尾,这个是Rumusan 而且另外一个东西,Rumusan最够利的地方就是有时候呢,不是有时候,是它的那个所谓的题目呢 完全全是没有给你,没有给你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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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题目的 你要自己去猜想这个文章,300个字到400个字到底是问什么 而这个Ringkasan就不一样,而这个Ringkasan不一样,它在你的那个所谓的文章里面 它的题目上面一定有写,那个题目要你写sebab,kasan跟charat 而Rumusan呢,我是非常不鼓励你们做,因为它的format呢,第一,它要自己找那个题目 第二,它的format每一个form都不一样,你去到form4跟form5呢,你的format又不一样了 所以你现在学好了这个Rumusan,你去到form4跟form5呢,你就会用一个新的format 所以那时候你又乱,然后form2,form2,form3,如果你有朋友是读读中的 你又看回这个Rumusan,你的pattern,你的format,跟它的format又是不一样 所以Rumusan,我只是纯粹给你们讲,来做练习罢了,我是不鼓励你们在考试的时候做的 考试的时候要做的是做哪一个,做的是Ringkasan跟做Urasan 这两个会比较简单,相比之下它比起Rumusan,你看到这个哦 我自己放红色,为什么?因为红色代表危险 所以不要去做,所以这个东西你要记得 Rumusan不要做,因为它一,你这一边的题目你一写错 你一找到错的题目,你整个错完15分就没有了这个15分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Ringkasan,现在的时间点我们要做Ringkasan 我们要一个一个看,我们看一看这个第三题 这个纸张我从前才教老师send给你们,你们没有print,不用紧 你们要做人才计,我们要一个Ringkasan 所以,回到这里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Ringkasan Ringkasan是 summary嘛,对不对? 所以,你注意注意 OK,Baca petikan dibawah dengan 30 OK,Betasakan petikan tersebut Dulis sebuahRingkasan tentang kelebihan 我来起来 Kerlebihan perniagaan dalam petanian OK,来讲多意思 Kerlebihan perniagaan dalam talian Talian,就是所谓的上线 OK,我们叫Online 可是国语里面没有叫AtasTalian 国语我们叫做所谓的DalamTalian DalamTalian 这个东西 就是说Kerlebihan是好处 就是Online business的好处是什么 OK,Online business的好处是什么 我们要去了解一下 所以你要写的Ringkasan 是大概80到100个字 80到100个字 OK, now come back to here 到底要怎样去找那个所谓的关键字 这边有一个答案 我不管你是做Ringkasan 还是Ringkasan 我们都要找那个Point 找那个重点 有技巧吗? 有三个技巧 非常漂亮的技巧 第一个 就是叫做所谓的那个Technic 1 Keyword 关键字 OK,关键字 你可以看到这个关键字 它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的题目是问SBAP 是问Buncher 是问Factor 你的关键字是这些 你的题目是问Kersan 好处坏处 你也是这个 你不要忘记 你今天的题目 它问的是好处 Online business的好处是什么 所以你要给的答案是这个 Boleh Akan Dapat Mampu Mengebap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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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是你的好处 1 2 3 4 5 所以你等下在你的字章 那个所谓的文章 你看到Boleh 你看到Akan 你看到Dapat 多多少少 这些都是那个答案来的 然后Technic 2 如果你看到Chonto Missile 这个Technic 2叫做Elimination Elimination叫什么 去除法 把它给割掉 你看到Chonto 你不要 你看到Missile 你看到Hurayan 你不要 Hurayan是什么意思的 它就解释 它这边讲了一句 然后它又用了同样的句子来解释 不要 然后Poleh Barca 言语要吗 不要 Data要吗 不要 什么Data 100% 100% 70% COVID-19 加了2000个人 新加坡加了400个人 Data 数据了 不要 我不要Chonto 我在Ringkasan 我不要 我不要 不要 我不要 Poleh Barca 我不要 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所谓的Technic 3 就是我们的Penanda Watchanal 在你的Ringkasan 你看到这些Slaidu 你看到这些Sedrusnya 你看到这些Slanjutnya 你看到这个Juga Turu 这些都是你要的 通常都是你要的 OK 这些是很好帮助的 而今天的这个Ringkasan 真的是非常多 OK 我们一句一句来做 Perniagaan 我会讲Perniagaan 我们看一看这个文章 Perniagaan Dalam Taliyan 就是Online Business 阿玛 非常的出名 Dalam Kalangan Mashagaba 的Master Ini 就是说Online Business 非常的出名 在这个社会里面 所以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 OK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Yes or No OK 你们现在写答案给我 我们不用一个一个问 我这边有六个人 OK 我是七哥 我现在问你们 请问这一句 是不是Online Business 的好处 这一句 他这边讲的是 Online Business 非常出名 在这个社会里面 非常出名 看某人学生们 请问非常出名 是好处 你 请问他有什么优点 他很出名 这就是优点 所以你看 你现在写答案给我 我有阿玲 我有心童 我有益中 还有谁 还有谁 对吗 杰勒 来 杰勒 我在record了 你给我答案了 有四个人讲了 都是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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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所以第一句是废话 他完全没有讲到任何的好处 OK 第一句完全没有 OK 第二句你看 我画来多一次 我的题目是问什么 那个所谓的online business 上线做生意的好处 OK 我问一问问这个问题 等一下谁拿 OK 好 杰勒去吧 拜拜 好了 好了 我们看一看这个 OK 请问这句 yes or no OK 不用怕不用怕 我拍我过后 我放youtube给你 你知道我的youtube channel吗 对不对 我youtube channel 很可怜的 200个video 然后一个view都没有用功了 哎呦 没有人去看 OK 好 所以我们看这个第二句 OK 这个所谓的那个Dalam Dallian 的那个生意 online business 很容易被set up 好处 online business的好处 他讲很容易被set up 而且用很低的资金 很少的money去做 yes or no 这个答案 是还是不是 yes or no 这个答案 OK 两个人回答了 一个人讲no 一个人讲yes 三个人回答了 有两个人讲yes OK 三个人讲yes 四个人讲yes 所以这个是 这是好处来的 所以我留着这个highlight 这是第一个point 我要找多少个 我要找六个 我已经有第一个了 所以我来剩下五个罢了 这边讲的就是online business的好处 就是容易被set up 而且是用很低的那个资金去做 这个是答案 可以看这边 你可以看这边 你可以看这边 他们如果觉得很担心 他们如果担心去开那个business 他们可以先开那个店 如果他们担心他们开店要很贵 要这个要那个 他们可以先做online business先 OK 这个句子 但是这个句子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不是 所以我不用浪费大家时间 我们看这个 那第二个段落 Cos untuk memulakan sesuatu peniakaran tinggi OK 这个是Cos untuk memulakan sesuatu peniakaran 所以说一些生意是很高的 Cos是成本 做别的生意是很高的 Cos是成本 去开一个生意是很高 但是如果你用这个钱 OK 或者是你做这个online business 你所用的钱是很低的 但是学生们 我想问你的问题就是 你这一个句子这么长 然后再加买这个段落 这个point number one 这边就讲 online business容易被set up 而且model 要养人大 什么叫model 资金 money 然后你这边又在讲那个Cos 所以我想问这一个句子 是还是不是答案 OK 不要写答案先 我再copy先 OK 你们告诉我 yes or no 告诉我一下 是还是不是 OK 那 这一个是讲很低的资金 它已经讲了 那个钱很低了 这个又在解释这个Cos 啊 租金的Cos 你又要给 你做online business 不用给租金啦 不用给人工啦 不用给那个装修费 装修费 你看那个奶茶街 现在一个一个 跌倒街 不是奶茶街 你知道吧 是扑街 OK 因为他们之前用了很多钱 去set up 在很多地方的奶茶街 慢慢的关关 OK 所以这个是不是答案 不是 very good 很多人讲no了 非常好 为什么是no 因为 因为 这一些都是他的huraiyan 你看他解释很多 那个chonto Cos seva Cos uva perculture 这些是他的chonto 所以这也不是答案来的 very good OK 所以这个不是 那下一个 美丽的孩子 OK 美丽的东西 你看到 我要的是好处 他下一个就写serlaidu 如果你刚刚有专心看这个所谓的照片的话 我这边讲了 如果你看到serlaidu 你看到serlaidu 你眼睛大大地看到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 他出现了serlaidu 我们不能这样冲动 但是我们可以兴奋 我们看下一句先 就是说 这个online business 它的风险比较低 online business 它的风险比较低 比起别的 OK so这个时候 at this moment yes or no 刚刚那个 这个第一个point是讲 资金啊 这个是讲风险啊 yes no 来写答案给我 现在 指剑对了 雨翔对了 一中对了 good 其他人 他是讲风险低 心童哦 我发现你哦 每一个都给我唱反调 心童 心童 你不明白这个东西是不是 心童 因为我发现你很多 都是 the valley 我要一个答案 不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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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要题目是问online business 做上网的生意的好处啊 OK 好的 这个是答案来的 这个是答案来的 所以我两个point罢了 找了这么久两个point啊 然后下一个 其实我们 我看到missownia 我看到missownia 我看到seppity 所以这一句 我可以跟你讲 这个一定不是答案 因为我们知道了 elimination 去除法 我看到missownia 我不要 我看到chontonia 我不要 我看到seppity 我不要 所以这个我不用问你们 我们自己已经知道了 所以我问你们 是问你们浪费你们的时间 你们清晴已经不多了 我们不要浪费 我们看下一个 OK Perniaga Dalam Dalian OK Jougatapat来 美丽的孩子 你们看这边 有看到Jougat这个字吗 OK Jougat这个字吗 你看 极好抓这个东西 你看 Jougat Jougat 美丽的 OK 所以这个是答案吗 是 我们看一看 Dapat Menguruskan Perniagaanya Sacharya Bersendirian Dampa Perlu Mengurpa Perlu 就是说我们的上线 Online的businessmen 他们可以好好处理 他们自己的business Bersendirian 就是自己一个人 control manage 他自己的business 没有去 请人家 不需要去请人家 所以这个是答案 这个是 这个也是三个point 我们有三个point OK 来下一个 Helan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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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niagaan Dalam Taliyan Pula Dida 就是说 那个所谓的online business 的那个顾客 没有限制 这个我就要问你们了 请问 那个数量 那个数量 顾客的数量 没有限制 这个是好事 还是坏事 这个是 还是不是 是不是online business 的好处 就是说我做online 我从Kelantan的人 也可以过来 我从Saba的人也可以做 因为我只需要上网做生意 上网是无国际的吗 无边界吗 所以请问 这个online business的顾客 没有限制 是不是一个benefit 一个好处 for这个online business yes or no OK 很感动的 这个moment很感动 有四个人回答了 都是讲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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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直接 做这样了 你们每个人一定有一个人 创反给我 人生创反挑战 一定有一个人讲故事 所以下一个 所以这个是答案 online business 顾客是没有限制 这个是答案 你看有多少个了 一个 两个 三个 九个 三个 然后四个 online business 两个 我们再找 Oliang Demigyan 这个是我们的 Hurayna Perniake Dalam Dalian Dapat Mengjarankan Perniakanya Distarudunia OK 因为他的意思说 他可以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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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可以做全世界的 我可以开那个美国的市场 我可以开加拿大市场 我可以开加拿大市场 加拿大市场一个顾客 可以传达给社会人士 这个我送给你的答案 YES 就是我那些顾客 他要知道资料 他可以上网 check你的产品的资料 你的product 不管你是做service的 还是有卖product的 我可以上网check 我可以对别的价格 是一个好事 因为我check了 我还跟你买的话 代表你的产品是有quality的 我check了过我不买的话 你要注意了 你要改你的产品 一你给我转行 二你就给我改你的产品 OK 这是好处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我们有五个了 我们已经有五个了 我们来牵最后一个 OK 我给买你 看这下 我们看一下 又来这个了 JUGLE 所以这个很简单 很simple 你看到JUGLE 你看到SLAITU 你要很兴奋 要去找 如果考试出难的话 你还是要 关注这些所谓的SLAITU JUGLE 这些字来帮助你 JUGLE 学生们 告诉我 YES OR NO 全天后 24小时都可以赚到钱 都可以做business 这个是online business的好 还是不是 YES OR NO 全天后 24个小时 你不要跟我讲一天有36个小时 一天24个小时都可以做business 这个是不是online business的好处 我好像卖一只online business的感觉 好像做一个motivator 大家要鼓励你们 变成online business的人 创业 要创业 要加油 好吗 来三个人回答吧 还有三个人 24个小时 24个小时 都可以去做生意 都可以赚钱 来 那些人回答NO的话 就想 十四个小时很累 不用睡觉咩 不要这样的想法 我们是讲online business的好处 有四个人回答了 有四个人回答了 还有一个是谁 时间 所以今天最感动的时刻 讲到最后一个point 才有六个人回答 全部正确 令我感动到要上次说了 所以一二三四五六 都是有六个答案 OK好了 所以我们搞定了 我stop一下 我stop recording了 谢谢大家 我stop recording了 好 好了